哈囉大家好,我是保鮮大豬小禮 今天放假在家裡來點個宵夜 這個宵夜平常上班我是不點的 那因為他上班的地方沒有盤子 沒有盤子 那這家有盤子的話呢 點這種類似麻辣湯的東西呢 會比較容易讓大家看說 上面有什麼料這樣子 OK,話不多說 我點這一家叫做川醉香麻辣食堂 這個份量很大 他的麵跟湯來的時候是分開的 我現在把他倒進去給大家看一下囉 我點的這一份是這個麻辣豆腐這個牛肉鍋 那我們可以看到他裡面有王子麵 然後甜不辣,很多青菜 那這個丸子的部分有一些玉香貢丸是我加點的 OK,他還有小香腸啦 豆腐啦 牛肉片的部分,青菜也很多 OK 看起來他的料就是 放的超級滿這樣子 我剛剛還喝掉了很多湯 不然這個盤子也放不下 好,來吃看看吧 這個牛肉的部分我先試一下 因為我剛剛湯頭的部分 我已經先試喝了 其實他湯頭並沒有那麼的麻辣 其實沒有那麼的麻辣 他稍微還淡了一點點 所以其實 對於說怕吃辣的朋友 他這個原味的部分 其實是不會辣的 如果你是原味,事實上是不辣 那湯頭也沒那麼濃 OK 牛肉部分我先試看看 先沾一點湯頭 因為我剛剛放在上面會乾掉 來 他牛肉是嫩的 嗯 他即使是這個 比較乾的狀態 他這個牛肉吃起來也是嫩嫩的 不會說這樣乾乾硬硬這樣 這個比 那個我去火鍋店 像前度吃的那種牛肉片 都還要來的嫩 這個讚 除了我家點的這個 玉香貢丸跟這個水晶餃之外呢 他其他的料很多 我們來一個來試試看 首先青菜的部分 他青菜放的很多 哦 青菜下去就有點辣了 所以他湯頭還是帶一點辣 對不起 OK我們來 甜不辣的部分 喔這個甜不辣他是一片 他有把它稍微切片 所以事實上有好幾片甜不辣在裡面 來試試看看 嗯 他還有一點Q度在裡面 不會整個爛掉 哎呀我覺得這不錯 這個是年糕 嗯 年糕也不錯有硬 小燙糖 就一般的小燙糖 這個叫什麼啊 我一直不知道這個名字叫什麼 沒關係 這是第五樣吧 還有什麼 蘿蔔 第六樣了齁 豆腐 他這個豆腐也給的 給的蠻多的 好多塊豆腐 第七樣吧 來這個小小的 火鍋料嘛 一定有這個小小的這個 這是什麼 蟹板嗎 OK 蟹肉魚板 OK 看看還有什麼 哎呀 所以他其實裡面應該有放滷蛋 因為這是滷蛋的皮 我看看還有什麼 迷血 嗯 其實我覺得他的火鍋 都算煮得剛好 不會說 悶到太軟爛 然後呢 也不會說 好像剛從冷凍庫放出來那種 剛下去煮然後很硬那樣 也不會 我覺得他都煮得剛剛好 這個真的不錯 還有別的東西嗎 我看看 我不要一直在那邊 挑來挑去 還有這個 這個應該是素雞吧 我不曉得為什麼會有這個 來吃一下 有Q有Q 是他原本附的小丸子 小貢丸這個也不錯 這樣超過10樣啦 除了我的水晶小跟 浴香貢丸之外 他裡面放的至少超過10樣東西 我覺得 還蠻有誠意的 一份185 那水晶腳是 3個30塊 那浴香貢丸他好像放了5顆吧 是40塊錢 我覺得還蠻便宜的 這個真的蠻便宜的 我最喜歡這個浴香貢丸來 吃吃看囉 很多火鍋店齁 我記得以前 純聊天啊 以前我很喜歡吃老仙爵 因為 就是在他 之前有一陣子消失之前 我很喜歡吃老仙爵 為什麼 因為老仙爵裡面的 正常的 標準版的配量裡面 就有浴香貢丸 然後真的超愛吃 所以 之前我都會點老仙爵 後來就是 大家知道那個事件之後 突然消失一陣子 最近又出來了 OK 好 水晶餃 這也是我加點的 這 水晶餃都普通 因為 他這個水晶餃裡面的這個肉餡 不太夠味 不太夠味 雖然皮本身是QQ的沒錯 但是裡面肉餡呢 我覺得不是 很好的那一種 就是 真的就是很普通 OK 所以這個水晶餃 我是不建議大家點 但是浴香貢丸真的 40塊錢 這麼多顆 我覺得這個真的很讚 然後吃一下他的王子麵齁 沒什麼就是王子麵 哇他豆腐真的給了很多 這家呢 我還是 建議說 點個小辣 雖然說他的原味湯頭裡面呢 有帶一點點麻辣成分沒錯 可是比較淡 所以如果想要 比較有一點味道的話呢 我建議還是點小辣以上 這個其實不會太大 那 這家就是呢 豆腐給了很多 這個裡面的配料也很多 我們剛剛數就超過10樣了嘛 那 浴香貢丸這個部分 我很建議大家點 這個三顆 這樣40塊 我覺得是OK的 水晶餃就不要了 那他還有其他很多東西可以點 大家都可以 點點看 我覺得這家不錯 推薦給大家 拜拜 OK